大家好,我是Naomi 今天教大家的几组是一个呼吸的练习 一起床,空肚的时候就可以做了 这个几组的呼吸练习是帮助我们 将睡了一晚的一些雜念 带离开自己的身体 将我们的绸脑变得更加清晰 思考会更加纯畅 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动作就是一个呼吸法 首先我们会坐着砖 手指弓碰住我们手掌心 其余四只手指捏住拳头 我们稍后会将手臂碰到我们的肋骨两側 吸气的时候,手打开底膏 呼气的时候,拳头拉下来 手掌给少少力,贴到我们的肋骨 我们会做十组的 吸气,呼,吸气,呼 吸气,呼,吸气,呼 呼,吸气,呼,吸气,呼 吸气,呼,吸气,呼,吸气,呼 吸气,呼,吸气,呼 就是这样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刺激我们的肋骨 刺激我们的胸腔 增加我们的肺活量 让我们的肌肉精神一点 下一个动作就是一个 左右鼻孔的交替呼吸法 首先你可以做的手放伞向上 然后用我们的右手 手指公和无名指 交替地按我们左右两边的鼻孔 先用我们的手指公按住右边鼻孔 左边鼻孔呼气 呼尽了 将我们的胸腔清空了 还有一个屏幕 左吸 右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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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股 左吸 右股 右股 左吸 右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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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股 左股 我們會做五座 這個動作是幫助我們平衡左右兩邊的腦袋 絲水都會清晰一些 思考的能力都會提高 下一個呼吸法就是一個小風箱的呼吸法 其實是一個Kaparabati 只是專注在我們每一個呼氣、呼氣、呼氣 做一個收腹的狀態 嘴巴合上用我們的鼻孔呼氣 空氣經過喉嚨的時候產生少少的聲音 我們每一下就是做一個收腹的動作 對腹部的肌肉收緊 我們嘗試做四十下一組 慢慢做久一點之後 就可以加多十下 加多十下慢慢加上去 直到你覺得腹部有少少彈彈的 就可以停留 準備吸氣 呼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放鬆 放鬆 每一次做的時候 留意著我們胸腔的位置是沒有動的 只是專注在腹部的位置 這個動作可以幫助我們清空我們的思緒 亦都是增加我們身體裡的火氣象 幫助我們增加新陳代謝率 OK 最後一個呼吸法 我們就不需要用磚的 剛才有幾種呼吸法 我們坐磚是幫助我們 讓脊椎伸展拉直 如果你家裡沒有磚的話 你可以選擇坐在浸頭 也是一樣的效果 這個動作我們不需要磚了 我們呢 雙腿拍完 屁股坐在腳側 手指弓碰住手掌心 其餘是手指貼著拳頭 放在下腹的位置 有些同學可能會有個情況 是屁股坐在腳跟的 可以嘗試比較濕 分開多一點點 在這個位置 全頭按下吸氣 脊椎拉長 呼氣向前壓低 讓額頭碰到地上 手掌 臉薄 放鬆 借助我們每一個呼氣 讓拳頭陷入我們的下腹 我們在這裡停留15至20個呼吸 然後呼氣上回來 呼氣放鬆 這個動作很簡單 也是幫助我們增加身體的火象氣象 幫我們身體會再精神一點 之後要做事的時候 想法會清晰一點 還有就可以多點創意 OK 訂閱 跟蘋 Davis 按下 diese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